空中就是我们的海洋 是需要上表审批的 这表到底怎么样呢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还是我们两位啊 今天我们说说飞行员万表 不管是您的第一块飞行员万表 还是准备升级 这块表都是您的升级之选 第一眼看上去啊 首先是典型的飞行员万表的风格 同时它还有一种充满历史底蕴的复古 今天咱们就从复古和飞行员万表 这两个线所展开 飞行员表在表圈很流行啊 浪秦的飞行员表 在整个飞行员万表里 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呢 可以这么说 浪秦捷克空军1935万表 是最早配发军事飞行员的万表 先说一下怀旧和复古 复古风格啊 它满足的是人们的怀旧情怀 人们倾向于记住过去的美好时光 比如美好的童年啊 衣食无忧阳光灿烂的日子啊等等等等 一般都是经历了比较大的劫难 社会生活重新起飞的年代 所以与美好时代相关的事物 常常被作为这个时代的记号 成为怀旧的主题 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的钟表 就常常是复刻的主题 就好比这款浪秦的捷克空军1935啊 它就是这个年代的 而所谓的主流飞行员万表 是战前或者是战时紧急动员的 还是有差距的 就钟表而言 年代越久远 用在一块表上的功夫就越长 钟表上凝结的手工艺也越多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 就更喜欢这种具有怀旧风格的作品 康老师说出了我们本期内容的重点啊 浪秦表的这款捷克空军1935万表 就是典型的经典飞行员万表的风格 为了方便调校万表 然后使用旋转表圈去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的计时 康老师指出了一点这款表的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压纹表圈啊 现在你跟我回想一下啊 你心目中的飞行员万表是什么造型 没造型 因为打仗的家伙不讲究造型 萝卜快乐不洗泥多快好省满足你 当然了也不排除战斗机格斗需要尽量轻量化的可能性吧 如果你是专项收藏飞行员表浪秦的这批飞行员表 捷克军方虽然下了一个订单 但是在交货之前捷克军方就先买了一批不刻字的同款 万表上刻字是需要上表审批的意味着什么呢 那可能是因为这款表太吸引人了吧 也适合飞行家们平时佩戴吧 这个表背上刻这个字啊就是军方财产的意思 刘老师能给大家读一下吗 不可以念了吧 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好 二战后的美好时代也好 经典的万表层出不穷 但有一个主题是永恒的 那就是飞行 现代意义上的万表 其实是为了人类飞行的先驱而设计的 而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类的探索 才催生了现代万表的诞生 飞行代表着人类的探索摆脱了地心引力的自由翱翔 是人类的终极梦想 要么怎么今年天上有那么多的流浪气球呢 看过我们前面的视频的朋友知道 早期的飞行员都是贵族出身 当需要为国家民族弃飞 贵族们义不容辞 早期的空军就由这些贵族中的精英构成大 杰克斯洛瓦克一战后 从奥兴帝国独立出来 迅速成为中欧的工业强国 就拿汽车行业来说 都知道斯格达是捷克名牌 但很少有人知道 斯格达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捷克的七八个汽车的品牌之一 所以斯格达的粉丝注意了 浪前杰克空军1935 跟斯格达可是高度伴随 杰克出过什么摩托车吗 摩托车是刘老师的热爱 问的好 还真有 20年代就有加瓦了 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有知道加瓦摩托车的 可以在评论区或弹幕里打出来 飞行更是墙中之墙 大家知道吗 杰克拥有最大的航空博物馆 上帝关上一扇门 肯定会打开一扇窗 空中就是我们的海洋 你听出来了吧 这是杰克的雄心 而且后来杰克飞行员的确成了空中之王 按照当下流行语肯定是网红 因为有的杰克空军飞行员还兼任特技表演队 1937年在苏黎市航空竞赛上还夺冠了 凯旋后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欢迎 不愧是空中之王 那么什么表才配得上空中之王呢 杰克在汽车航空等方面领先的同时 瑞士早已巩固了他们在钟表行业的地位 浪琴作为带领全行业应对来自北美机器化制表挑战的领导品牌 成为瑞士博尔尼产区的实力品牌 浪琴很早就伴随人类探索包括飞行的历史 我们之前讲的浪琴表先行者系列就有相关的背景介绍 早在上世纪的1920年代浪琴表就做出了首款 带有旋转即时表圈的航空技术器 1930年代又做出了配有旋转表圈和移动夜光石标的飞行员腕表 这个石标是在12年这款表里也有 它的功能是为飞行员提供参照点通过将石标与分针或起飞指针对齐 记录任务起飞时间或每一次改变航线后的飞行时间 我们就借这个话题说说初代目捷克空军飞行腕表 也就是编号为3582的浪琴表的诞生 这是一只非常著名的古董腕表 它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空军委托定制的编号为3582型的浪琴表 满足一系列特定设计需求 比如配备旋转表圈和夜光移动石标 这款捷克空军飞行员专用腕表可有一行字 刘老师用捷克语为大家念一下吧 捷克在1939年和1945年战争期间 大概有1700名战士佩戴这款表 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从捷克空军转绘到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 这就相当于外援呢 对啊 下面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外观和机心的解读吧 当年这款编号为3582的浪琴表是以整形表壳为特色的 今天整形表壳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腕表造型 所以这新款的捷克空军1935腕表自然继承了这种设计 但是呢用21世纪的美学风格和技术工艺整形金刚表壳上镶嵌了凹槽纹路的旋转表圈 让人看起来这个表充满细节 因为凹槽表圈的光影变化非常的丰富 这些细节呢它其实是直接来自1935年的原型 而且这个表呢表壳外侧呢你仔细看还有一个名牌它镶嵌的一个标记1935 表冠呢就是悬入式表背表壳内置全新的专利齿轮结构 实现这个旋转夜光石标的功能啊 下面咱们看这表怎么玩啊 这个旋转式表圈结合内侧可移动的三角形荧光石标 也称作起始时间指示提升了防水性能 三角荧光石标是独立设置在合成蓝宝石标镜与表盘之间的 而在1935年的原型表款中 表圈和带有标记的表镜作为整体旋转 嗯所以新款腕表至旋转外圈这个改动 使防水性能大大提高达到100米防水 按照飞行员腕表的设计标准啊 全新捷克空军1935腕表采用的是黑色哑光表盘 可读性强最大化的避免反光 对不是那种油亮油亮的黑色 石标是白色阿拉伯数字 上面覆盖了superlumino 复古野光涂层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玩家 你会发现这个刻度是立体的 轨刀式分钟刻度棒状指针 尖端涂有荧光效果 六点钟位置有一个超大的小表盘 可以确保毒石的准确 对这个毒石要求这么严压 一看就是一个军用腕表 或者是一个飞行员腕表它的设计诉求 现在我们看看机芯它的机芯是全面升级了 不管是可靠性动力还有房子方面都升级了 那么这款表搭载的是浪琴专属机芯型号是L893.6 内置房瓷硅油丝动力储备达到了72个小时 实现了周末无忧 整个表头获得的是瑞士官方天文台 COSC精密计时器认证 这个机芯除了贵油丝以外 还配备了不受磁场影响的毛式勤纵机构组建 所以房瓷能达到600高丝 超过了ISO764标准认证的60高丝的10倍 接下来咱们看看上手效果吧 43毫米尺寸 适合喜欢大表的朋友 18厘米左右万周戴上很显健硕丰满 而且还不显得很大啊 因为它是皮带的 没有那个金属链带的那种扩张感 这个外形还是经典的复古风啊 表格贴合手腕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专柜试带体验一下 表这个东西一定要试带过 关于这个链带的选择啊 它有两条缝制的表带可选 一个是带有米色缝线的棕色或者绿色皮革表带 还有就是有可再生材质制成的锯脂纤维NATO表带 这个棕色啊看起来是很复古的啊 而绿色呢则是均米喜欢的颜色之一 中欧米彩中的橡树绿色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颜色之一 这个绿色也是腕表上很少采用的色系 这个牛皮表带它还有一个优势 因为你看它比较软啊 所以它呢上手呢它比那个鳄鱼皮表带呢 磨合期更短戴的更舒服 棕色和绿色都非常适合通勤或者旅行佩戴 而NATO表带当然也适合休闲 但更适合动作派 风格鲜明的浪琴表捷克空军1935版表 既适合日常佩戴 也是各种探险旅程中的良伴 这款表背后捷克语的课字 刘老师是不会念吧 Majestek Vajanski Sprawi 真念出来了 捷克军队所属的意思 我们说了怀旧是对美好梦想的一种投射 而飞行呢 跟它相关的往往是专业 网红 民族英雄 空中之王 怀旧与飞行的梦想 汇集在浪琴的这款捷克空军1935万表上 它就是贵族飞行员万表的回归和升级 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 再见